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下午茶时间到了 我来教大家做蛋吐司 我用的这个上面是我们国产小农的蓝莓哦 有机会看到都可以买回家吃吃看 用的材料很简单 有奶油 然后还有草本多古物吐司 蛋两颗 鲜奶呢我后来不断尝试之后 我觉得鲜奶可以拿掉 本来想要用鲜奶是想说这样蛋可以用少一点 然后这个是释放鲜乳的高达起司 把它加在下午茶里面 这样是不是很有营养 然后果酱呢两个让人选 我今天做了两次 所以两次果酱我都沾过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高达起司我们会这样切 用刨刀下去刨 我有专门的道具啊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道具 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削皮刀去削就可以了 我会这样保存哦 用纸巾包起来 然后放在保鲜盒里冷藏 因为这样有的时候 你的保鲜盒里面会有水分 它就很容易发霉 我自己是这么做 打两颗蛋 我的吐司有对切 一片吐司对切下去煎 我今天做了两次 第一次我的锅子太大了 就是我原本在用的那个平底锅 这样导致我的蛋一倒下去的时候 这个整个蛋就变得很薄 我就觉得这样不太OK 所以后来我又找了一个 南部铁器的小铁锅来做 先放奶油 然后把蛋液倒下去 很漂亮哦 它蛋就开始慢慢的膨起来 如果你打蛋打得很漂亮 你蛋倒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往上冒上来 吐司我对切嘛 然后看到这边 我就把它稍微沾一下 然后再翻面过来 看到了 这两个吐司这样就有点挤 因为这个锅子又有点太小了 不过没关系 我就这样就好了 宁愿小一点不要那么大 两个可以挤的进去就OK了 煎出蛋香 然后它是可以 对像这样一栋翻面的 我就把它翻过来 煎另外一面 把吐司煎香 其实这样就不错吃了耶 我觉得 我今天为了试这个 我自己想到的配方 我就已经吃了两次了 吃了四颗蛋 四片吐司 再翻过来 所以我这一次啊 的影片里面的高达起司 我就只有切两片 因为我今天已经吃蛮多的了 对要稍微去控制一下量 这次我用的就是 我们的草莓果酱 合作社的果酱呢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它都是我们当机盛产水果呢 把它转做成手工果酱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浪费食物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这样的概念存在的产品 当然你看两边还要上面满一下 勤俭持家的家庭主题都是这样 然后把它翻过来 如果这个锅子稍微再大一点呢 我这样对折的时候它就不会破掉 就很漂亮 不过无所谓 我觉得这样也很棒 对然后我把边边都稍微再煎一下 其实它只有一片吐司对切而已喔 可是看起来很丰富 吃起来也很饱 饱足感很有 因为用了两颗蛋 然后还有高达起司 这样就好了喔 很快对不对 而且很方便 我们这一个下午茶呢 是因为我在看韩国 有一个电视节目咖啡好朋友 然后看啊看啊我就觉得 我可以把它更简化一点 蛋尖图是更简化 因为它的步骤还有点复杂 更简化一点 然后那妈妈们在家 就可以做给孩子们吃 对因为接下来暑假要到了 我知道妈妈们一天可能要做个 三餐四餐五餐的 这个可以当早午餐 当早餐当下午茶都非常棒 然后你再搭配当季的水果 我还搭了一杯四方优酪乳 看到的蓝莓跟一杯苹果汁 今天这样的餐我吃了两次呢 很丰盛的下午茶 好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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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